Yo 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跟各位介紹的呢 是小腾腾的 在2019年所推出的一個新玩具 那這一款呢 是作為一個 FTOYS所推出的一個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的 一個國王合體 這款DOTTER YELLOW 那當然 這一款呢 他有出他的所謂的DX版 就是Tagara Tommy所推出的DX版 那當然這件FTOYS呢 是專門出一個實玩形式的東西 所以他把這隻玩具呢 做成一個實玩 那這款玩具呢 就是他分為A跟B款 AB款兩款 那這款我今天就拿A款的盒子 來跟各位介紹就好 A款就作為一個盒子 就是上半身 然後B款就是下半身 那盒子就是像這樣子 這款玩具已經造型就是長這樣子 後面呢 是一個玩具的整體的一個合體 就是 A款跟B款 A款就是負責上半身跟B款 下半身還有武裝 那合體起來呢 就各位鏡頭上看到這個樣子 兩款集合起來就會 組成像這樣子的一個 DOTTER YELLOW 那這款呢 真的在作為一個盒玩來說呢 他算是非常的傑出 幾乎跟他 DX版完全不相上線 OK 那不囉嗦 我們就直接進入一個玩具的介紹吧 錯 玩具的內容物呢 就是像各位鏡頭上看到的這個樣子 他就是 組好之後呢 就像這個樣子 那當然他是必須要自己 動手組裝的 所以他組裝上有一定的難度 當然不會很困難 基本上小朋友只要看著說明書一步一步來 應該也是組得出來的 那 內容物就像這樣子 有兩個車頭 兩個中間軌 兩個 兩個軌道跟一個中間這樣子 總共有 五個車廂 有五節車廂所組成 那每一節車廂上面呢 都有一個連接軸 你可以把每一節車廂 像這樣連接起來 待會兒 連接給各位看 像這樣連接起來 然後頭尾接起來之後呢 他就會像這樣子 新幹線的頭尾 他可以像這樣子可以拖 那下面有輪子是真的可以滾動的 那組起來呢 其實也蠻大隻的喔 各位可以看到我鏡頭上 我的一個成人的手差不多這樣子 那這個玩具的大小差不多是我兩個 手掌再大 那大概實際大小呢 30公分多 這個長度大概30幾公分 然後呢 我們來detail一下他玩具的細節 細節 OK 那每一個車頭呢 當然 等一下喔 每一個車頭呢 都像這樣子 他有一個 非常漂亮的一個細節刻畫 然後這邊這個藍色的部分呢 這是作為一個貼紙 那貼紙呢 基本上他是用 塑膠貼紙構成的 所以呢 不會有什麼泡水 然後爛掉的問題 這大概都面還熱 然後下面是真的有輪胎可以滾 就像我剛剛說的 輪胎是可以錄的 然後這邊有一個 他的玩具的名文 那每一節車廂呢 都基本上除了前後 跟中間這一節之外呢 其他的車廂都是不太一樣的 都有一定的差別 各位看一下 然後一樣都有輪胎 輪胎是真的可以滾動的 然後中間車廂是長這個樣子 這是中間車廂 那每一節車廂跟每一節車廂呢 都有他所謂的一個功能性 那當然啦 這個玩具他就是為了承襲DX的一個合體模式嘛 所以 那我們就等他就來做合體 那這一款呢 比較值得鼓勵的地方呢 就在於說呢 他是一個完全 幾乎完全變形的玩具 除了這個國王的頭盔之外呢 DOT YELLOW的頭盔之外呢 武器就是一個額外的 那這個武器為什麼分這個跟這個呢 這個是作為一個槍 這是一個 類似毛的東西 那 當然這個玩具在 DX版呢 他是可以凹成 像這個樣子的 這其實是一個東西 打開之後呢 就可以變成像這樣的長矛 不過呢 合完形式呢 就把它做成了兩個 不同的部件 讓你可以替換著使用 那頭盔 這個頭盔是他的 這一次的一個 合體的重點 就這個DOT YELLOW的頭盔 那這個頭盔呢 是不能參與變形的 不能參與這款 載具的變形 所以其實是比較可惜的 僅然就在大合體的時候 作為一個合體使用 OK 那不囉嗦啦 我覺得講一大的屁話呢 你不如就 看我變形吧 那 我們就不囉嗦來進入他的變形合體吧 首先把每一節車廂都分開 好那我們一節一節的來慢慢處理 好那車廂有分成像這樣子的兩節 頭跟尾 怎麼分辨頭跟尾呢 頭呢就這邊這個地方 各位稍微看一下 頭的地方呢 這邊會做一個 有一個另外一個切線 那尾的地方是沒有的 那這個地方有切線的地方就是頭 首先 把車廂從這邊 把它左 把它分開 這邊是像這樣子扣起來的 這一節扣進去之後呢 是像這樣扣起來的 你只要把它稍微閃一下就可以把它拔出來了 那拔出來之後呢 這邊下面有一個地方把它翻出來 這是合體用的一個插槽 我們先把它翻出來 然後這邊稍微把它這個地方壓一下 那頭就可以翻出來了 那頭呢他基本上 他用的不是這一顆頭 但是呢他在這一顆頭上一樣 做一個細節的刻畫算是還不賴的 其實他用的是這一個 國王的這個頭盔套下去 而不是用這一顆 OK那本來就像這樣子 變形完成了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來變形 中間車廂 中間車廂 那之前中間車廂 它 擔當的就是上下半身的一個合體 首先 左右把它分開 向左右拉開 然後這邊看到一個黃色零件 把它向下翻 這邊轉過來 它就變成正面了 這邊有一個 可以插的地方 等一下就是要把我們的 這一個 從中間這邊給它插進去 像這樣插進去之後 然後呢旁邊這邊會有一個凹點 對應這邊這邊有一個凸點 這一個就給它翻過來 到這個位置這邊有一個凸點 阻進去 像這個樣子 然後另外一邊我們再做一次 這邊把它翻過來 阻進去 像這個樣子 然後呢這邊這兩個凸點呢 跟這兩個凸點就是 作為一個手腳的連接零件 然後呢 我們先把這地方一樣分開頭尾嘛 然後這個地方一樣它有一個像這樣的零件 尾巴呢就沒有 尾巴的這個零件就沒有附頭上那個可以翻成頭的這個零件的 那其實還蠻好區分的拉 看你怎麼分 然後這個地方後面有一個凹點 組合這個凸點 把它倒下去 像這樣子 然後頭呢這邊旁邊有兩個凹槽 各位可以從上面看到兩個凹槽 就是把這個 國王的頭盔 組下去 順著凹槽給它滑進去 像這樣子 那合體就完成了 像這個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來變形這兩個東西 這個就是從頭尾車廂拆下來的另外一個零件 這邊呢 這邊可以看到有手掌 手掌的地方我們把它翻出來 沒有錯這就是手 那翻出來之後呢這邊有一個滑軌 我們就先把這一個整結從這裡分開 拉開之後呢這邊有一個 再往前拉會 喀一聲 等一下喔 這邊先把它翻起來 然後這邊會過去會喀一聲 已經喀過了 喀過了 然後這邊呢拉它也會有喀一聲 喀 像這樣子 那這個地方呢 轉過來 這就變成一個合體時候的一個手 那這位拳頭的角度呢就分左手跟右手 一樣把它倒下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我們再做一次 從這邊把它拉出來 喀一聲 然後呢拳頭把它翻出來 這裡把它翻過來 凹點就是組了剛剛那個手的凸點 然後這邊把它拉出來 像這樣子 這邊就一樣給它組合下去 OK然後下半身的變形呢 就這個地方 這個有一個灰色零件 這個就是它作為一個腿部的擔當 這邊有一塊是用塗裝的 可以把它翻起來 然後這邊這一 這邊有一條離線呢 這條就是可以把這邊 拉出來 拉出來之後 就變它的腳掌的一個可動度 等一下會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然後這個連結的地方把它向後翻 然後變這邊是平面的 這就是腳掌可以放的地方 然後這邊呢把從這裡 翻出來 等一下這邊 把它掀出來 然後呢 這邊做一個旋轉 這一塊零件給它旋轉 那變成像這個樣子 然後這邊 做一個翻轉 接下來 蓋起來 來 腿部的變形就完成了 給它組下去 這邊一個球形關節 對應這邊這個卡孔 組進去 像這樣子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我們再變一次 這塊翻出來 稍微拉出來 像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呢 這塊把它往後壓 翻出來 做一個旋轉 旋轉 然後把它 這裡把它做一個翻轉 接下來把它收起來 變形就完成了 那只一樣把它組起來 像這個樣子 那這一款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的一個盒丸 DOTTER YELLOW 就變形完成了 那武器呢 當然你可以選擇用槍或是矛 我等一下要跟各位介紹 那盒體的整體呢 造型就像各位鏡頭上看到這個樣子 後面有個像這樣子的背包 不過看起來是不大的 然後整體的造型非常的壯碩飽滿 基本上呢 它的造型跟DX版的呢 是幾乎一模一樣的 那 可動性方面呢 也 雖然說還蠻陽春的啦 但是 以這種合環形式的東西來說 其實就多多少少可以 接受了 首先頭是沒辦法左右旋轉 這是比較可惜的 因為這邊是一個固定的關節 手呢是可以旋轉關節 像這可以像旋轉 360度 完全沒問題 橫向呢可以像這樣平舉 這是剛變形結構的反繪 然後接下來呢 手臂呢可以折去 稍微折去一點點 沒辦法90度 因為這邊會擋到 拳頭是可以做一個旋轉的 360度完全沒有問題 這是一個球關節的連結 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呢 腰部沒有腰轉 因為這個是一個變形結構的關係 腰是沒有腰轉的 腿呢是可以 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 可以做到一個前後踢腿 左右就沒有辦法了 因為開關節沒有開那麼大 所以沒辦法做到一個左右 然後大概前後踢腿 膝蓋呢 因為這邊擋住了關係 所以只能稍微微微的 彎曲而已 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腳趾頭這邊是一個球型關節 連結左右 前後上面的速度完全沒問題 甚至可以做到一個貼地 雖然可動度來說不高啦 但是這款 在DS來說呢 可動度好像也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這個其實是可以接手的 就像這個樣子 當然 它比DS的價錢大概是 十分之一 武器呢 你可以選擇用 長矛 裝在它的手上 等一下 好像長矛可以拿在手上 像這樣子 或者是可以拿槍 槍也可以拿在手上 像這個樣子 拿到槍就像這個樣子 長矛就是像這個樣子 那當然你要兩個一起拿呢 在DS上呢 這幾乎是做不到的 不過這個盒玩 盒玩版呢 就是確實可以做到像這樣 左右拿不同的武器 那玩具的大小呢 其實也不算太小啦 大概就是普通 變形金剛 The Last 玩具的大小 那 我個人是覺得啦 變形跟 整體的感覺來說其實已經 蠻棒的了 以一個很便宜很便宜的價格呢 你可以買到一個像這樣子的玩具 然後又有一個 比DS版還要高的可動性 雖然說有一些 彈力結構啊 在這個玩具上是完全省略的 但是畢竟是合玩嘛 就不用對它有太大的苛責 然後這款又是2019年 最新推出的玩具 所以呢 真的是務必一定要入手一套來切得解 那這款當然就是我在逛高雄的時候呢 在某家玩具店呢真的是懶怕爹還是給它買下去了 因為畢竟 這次買下去的時候呢 其實那時候已經沒什麼錢了 不過想說都已經到高雄去玩了 那就直接把它入手了 那時候的想法是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你喜歡呢 這台網路上面還找得到 你就稍微打一下 新幹線變形機器人 然後 Kong Dotor Yellow 或是黃色 就可以找到這一隻了 那至於多少錢呢 各位就自己去看吧 那價錢你能不能接受呢 就再看看你個人的意願囉 那我個人是覺得蠻好玩的啦 如果你在蒐集這個系列的玩具的話 這真的是不錯的 算是很解殘的玩具 OK 那今天這個影片呢 我們就不要落地八說 我們就介紹到這裡 那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呢 就幫我點個讚 然後分享轉發 那如果覺得我介紹的風格呢 你能夠接受 然後你也喜歡這種 像是在聊天室的介紹 就幫我點個訂閱追蹤 好不好 那如果覺得我介紹的只有小的 不知道你在說它小的呢 就幫我比個這樣子 也沒有關係 大家開心就好 因為畢竟看影片嘛 我說過了一百萬次了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喜歡就 給個鼓勵 不喜歡就叫我去死 就這樣 好不好 OK 那今天呢 就就到這裡啦 我也不要落地八說了 有點困了 想睡覺了 今天就到這裡囉 謝謝各位 See you 再見囉 再見囉 谢谢大家